我们的新球上从没有过的罪悟 中共对法轮功所来的迫害或掠杀 罪悟逃天 庆祝难说 我今天只讲一件事情 就是近期曝光的中共活摘器官的手段 那真是惨绝人寰 中共知邪 知恶 绝非人类 是祸害人类的邪魔 近期有日本知情人曝光 北京中共无情总议院 在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时候 为了保障器官的质量 使器官处于松弛状态 在活摘之前砍断四次的极建 在这之前追查国际 也得到了多方面的证据证明 中共为了避免残余麻药 影响器官的活性 在取器官的时候不打麻药 这次加上这次曝光的 在取器官之前砍断四次的极建 大家想一想 修炼和征善忍的好人 就是这样活活的 眼睁睁的看着 一挖去心甘肾眼角毛 是多么的恐怖 多么的邪恶 中国以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 作为资本 建了一条 建立起了一条 比贩毒贩卖军活 更赚钱的 庞大的 邪恶的 血性的产业 这个产业 已经向全社会蔓延 我在这里提醒啊 不明真相的人们 千万不要以为 中共活在法轮功学院器官 和自己没有关系 离你很远 其实我告诉大家 黑手陷阱就在你们身边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 都在危险之中 我在这里呼吁 全世界所有的职情人士 帮助收集 嘴报中国的罪行 和他的证据 我们追查国际 将一如即往 绝对追查 一切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以及相关的犯罪机构 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是长男 必将追查到底 行天我 行天理 在线公道 康复人家争议 这就是我们对神的承诺 我们永不放弃 谢谢大家